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8月18日星期五 圍繞著川普在喬治亞州被起訴的案件 形勢正在快速變化 一方面 川普做出了戰略性讓步 暫時放棄公布2020年喬治亞大選的真相 另一方面 川普的律師團隊正在尋求法律途徑 將喬治亞的案子轉到聯邦法院 推動整個案子被豁免 與此同時 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爆料說 喬治亞州福爾頓縣地方檢察官法尼·威里斯 聽命於華盛頓匆匆提起訴訟 以掩蓋司法部尷尬 如果這個消息屬實 這等於是給川普的法律團隊遞刀子 星期四晚上 川普宣布 他將取消原定於下週一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暫停發布一份關於2020年喬治亞州 選舉欺詐的報告 星期二 川普對喬治亞州 福爾頓縣地方檢察官法尼·威里斯的起訴 做出針鋒相對的回應 川普在聲明中說 一份關於喬治亞州發生的總統選舉舞弊的 大型的 複雜的 詳細的 但無可辯駁的報告 已經基本完成 我將於下週一上午11點在新澤西州 貝德明斯特舉行的重要新聞發布會上公布 根據這份結論性報告的結果 對我和其他人的所有指控都應該扯銷 然而 兩天之後的星期四晚上 川普調整了策略 他在《真相》社媒上寫道 與其在下週一發布喬治亞州2020年總統選舉 被操縱和竊取的報告 我的律師更願意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中 列出選舉欺詐和違規行為的 無可辯駁和壓倒性證據 因為我們正在努力駁回這一可恥的起訴 這是一位尋求宣傳和競選資金的地方檢察官提出的 他可悲地主持著破紀錄的謀殺和暴力犯罪的地區 亞特蘭大 因此 新聞發布會已經沒有必要了 一時間反川普的媒體 包括左媒和建制派媒體 就開始大作文章 稱川普沒有可信的證據 並分別引用前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和喬治亞州州長布萊安·坎普的話來說 沒有證據表明2020年的大選被操縱了 喬治亞州的選舉沒有被盜 文章還說 喬治亞州在選舉後進行了三次重新計票 每一次都證實了川普輸給了拜登 而事實上 巴爾無視2020年大選出現的大量問題 背叛川普 暗中主動向拜登靠攏 下令阻止司法部官員對大選進行調查 他在2020年12月聖誕節辭職之前 消耗掉了最寶貴的調查時間 而媒體說的重新計票 實際上是將有問題的選票重新計算了一次 而對最關鍵的簽名認證和是否是真人投票 卻並沒有核對與審計 所以說 那樣的審計並沒有實質意義 那麼 川普取消開新聞發布會 真的如左媒說的 沒有可信的證據嗎? 實際上 在過去將近三年的時間裡 川普和各地的MAGA人士 從未停止過收集2020年的證據 而且 這些信息都已經匯集到了川普那裡 所以 川普才敢說 一份詳細的 無可辯駁的報告 基本完成 我們曾經在2000頭羅子的節目中介紹過 僅在喬治亞州 就有242名被稱為羅子的票販子 趁著黑夜將數十萬票子灌進了街頭投票箱 這個數量遠遠超過了川普與拜登之間的 1.1萬票的差距 而在宣布取消新聞發布會之前 川普還轉貼喬治亞州眾議員 馬喬莉·泰勒·格林的一則推文 證明他當時政府是2020年投票欺詐的受害者 格林寫道 2020年喬治亞州選舉欺詐的證據 當我的前夫佩里·格林去投票時 他被告知 SOS網站顯示 他已經通過缺席選票投過票了 但是佩里從來沒有申請過缺席選票 也從來沒有提交過缺席選票 於是他被迫排隊 其他人也同樣被這樣要求 簽署了一份宣誓書屈服於他從來沒有 也從來沒有持有過的缺席選票 這樣他就可以親自用另一張選票投票 格林問道 誰以他的名義交了缺席選票 所以我們分析 川普取消新聞發布會 並不是手裡沒有證據 而應該是戰略性的撤退 更不是放棄公開證據 川普的人身信條是 在神的指引下堅持做正確的事 永不後退 過程中你的生活 你會發現那些事不一定是正確 你會發現那些事發生給你 那些事不值得 那些事不值得 那些事不一定是償致 但你必須放下頭 和戰鬥,戰鬥,戰鬥 永不再再給予 不要再給予 不要再給予 永不再給予 對於2020年大選問題的追究 他不可能放棄 因為這不僅關系到美國未來的民主制度 關系到它是否清白的問題 也是將犯罪集團神之以法的依據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8月17日 川普《將激救濟》節目中 在談到川普受難時說過 川普目前需要應付至少有7個訴訟案 他的法律團隊需要集中精力 打好其中兩個與大選有關的案子 一個是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 就16事件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的案子 在華盛頓特區審理 法官是奧巴馬任命的塔尼亞·邱特坎 他非常敵視川普和16事件的抗議者 他的公正性早已受到質疑 另一個是富爾頓縣地方檢察官法尼·威里斯 指控川普試圖推翻2020年喬治亞州選舉的案子 在富爾頓縣審理 法官是由州長肯普任命的 斯科特·麥卡菲 麥卡菲今年34歲 曾經是威里斯手下的一名檢察官 今年2月剛剛任職富爾頓縣高等法院 他的妻子在威里斯的辦公室工作 麥卡菲是否公正審判 我們還有待觀察 相對其他案子 這兩個案子最為關鍵 不僅產生的後果嚴重 而且面對的是仇恨川普的法官或大陪審團 就在兩週前 邱特坎採納了史密斯的要求 對川普發布保護令 限制川普的部分言論 所以 川普如果提前披露大選相關的證據 可能觸發保護令 讓自己的活動陷入被動 影響2024年的大選 根據美國廣播公司新聞ABC報導 川普的法律顧問告訴他 舉行新聞發布會會導致他的法律問題複雜化 所以 一些律師建議川普取消這個新聞發布會 除此之外 川普如果提前公佈證據 相當於是亮出了手中的底牌 真正到了上庭的時候 衝擊力反而沒有那麼大 相反 卻給了迫害他的人有了充足的準備時間 但是 川普提前洩露手中有無可辯駁的證據 卻達到了一石三鳥的作用 一是鼓舞支持者的信心 讓MAGA人士知道 川普打法律戰的方向就是公佈2020年的大選真相 二是讓中間選民知道 川普指控2020年的問題 並非左媒宣傳的所謂謊言 而是有確鑿和大量的證據 一旦真相公佈 這些選民就會明白是誰偷走了2020 偷來的珍珠是要歸還的 三是打擊邪惡 川普並沒有因為一個接一個的起訴 而放棄追查2020年真相的努力 川普沒有放棄 更不會被打倒 而這正是川普總統最閃耀的地方 2016年 當面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時 不管媒體怎麼預測 也不管他的敵人 希望如何 川普最終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贏得了大選 經過了白宮四年的錘煉 再經過過去三年的反迫害 川普已經身經百戰 但是 川普從來沒有被真正的打敗過 即使這意味著要嘗試一些以前從未嘗試過的東西 對於川普和整個國家來說 目前的形勢前所未有 川普 他的法律團隊和競選團隊 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法來對抗邪惡 同時競選2024 8月23日 星期三 共和黨第一場初選辯論 將在威斯康辛州的密爾沃基舉行 由福克斯新聞主持 左媒《紐約時報》8月18日報導說 川普透露將跳過共和黨第一場初選辯論 但是會坐下來接受塔克·卡爾森的採訪 8月17日晚上 川普在真相社媒上說 很多人都在問我是否會參加辯論 所有美國人都在呼籲一位智商極高的總統 眾所周知 在眾多優秀的共和黨候選人中 我的民調數字非常高 事實上 無論誰是第二名 我的領先優勢都超過了50個百分點 川普還說 里根沒有參加辯論 其他人也沒有 人們都知道我的政績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政績之一 所以我為什麼要辯論呢 我就是你們要找的人 讓美國再次偉大 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 川普在2024年的初選中 其他共和黨候選人根本無法靠近 最新發布的卡普蘭戰略調查發現 有兩位候選人獲得了12%的共和黨潛在選民的支持 但是與唐納德·川普總統相比 都落後48個百分點 星期五剛剛發布的Interactive Post民調顯示 川普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初選中 更是獲得了驚人的75%的支持率 領先第二名的德桑蒂斯65個百分點 在川普的民調數字遙遙領先的同時 一份有關於富爾頓縣檢察官聽名於華盛頓的消息 給案件帶來了轉機 8月17日星期四 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利奇爆料說 喬治亞州富爾頓縣檢察官法尼·威里斯 曾接到華盛頓的電話 要求星期一起訴川普 以掩蓋亨特案上的尷尬 金利奇告訴美國轉折點創始人、 媒體人查理·柯克 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告訴他 富爾頓縣檢察官法尼·威里斯 在起訴川普前的星期五接到華盛頓打來的電話 要求他星期一起訴川普 以掩蓋韋斯·亨特案中的失誤 韋斯是特拉華聯邦檢察官 因為與亨特達成甜心交易而受到外界批評 8月5日 司法部不得不任命大衛·威斯為特別檢察官 繼續調查亨特 然而司法部長梅里克·佳然的任命 並沒有平息外界的質疑 反而激起了共和黨人的怒火 認為韋斯已經不可信任 加蘭的做法只是為了掩蓋亨特的罪行 金利奇說 打電話給法尼·威里斯的人 要求他必須在星期一 也就是8月14日下午召集大陪審團 並在當晚晚些時候起訴川普 金利奇對查理·柯克說 華盛頓要求亞特蘭大地區檢察官 必須星期一起訴 我們必須掩蓋所有與威斯所犯的錯誤 並說 你沒有聽到我的呼喚 你必須星期一起訴 柯克問金利奇 是誰給威里斯打了電話 金利奇說 我們不知道 這是聽說的 但是他來自一個消息來源 非常可靠的人 柯克說 我完全相信這一點 因為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會洩密 為什麼他們把辦事員文件搞砸 為什麼檢察官顯得精疲力盡 為什麼他們會在晚上11點開新聞發布會 根據美國司法體系的組織結構 我們推測 能夠給地方檢察官下令的人 應該是司法部長 打電話的人可能是加蘭辦公室的人 或者是副司法部長 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 那就說明 喬治亞州起訴川普已經被操縱了 讓川普的法律團隊有更多理由 將審判移出喬治亞州 或者將案子升級到聯邦法庭 8月18日 CNN報導說 川普法律團隊提出的要求足以奏效 在富爾頓縣檢察官提出起訴後不久 川普的前白宮辦公廳主任馬克·麥多斯 就已經提出了一項動議 要求將他的案件從富爾頓縣轉移到 喬治亞州北部地區的聯邦法院 根據CNN的報導 在針對川普的一連串刑事案件中 這起最新的案件可能比其他所有案件 更能辦到它 但是改由聯邦法院審理 可能正是川普逃脫繳索所需要的 川普這樣做有很多好處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 在2024年初選活動白熱化之際推遲審判 另一個明顯的優勢是 可以獲得更友好的陪審團 以及聯邦法官的相對公正性 他們可能更傾向於將整個案件駁回 報導引述了喬治亞州刑事辯護律師 安德魯·弗蘭詩曼的話說 地點變更更有可能獲得批准 麥多斯和川普都可以成功的辯稱 這起訴訟屬於聯邦法院 因為被指控的活動發生在川普擔任總統期間 而檢察官威利斯有關RICO法拼湊的案件 以及1980年這項州法律的複雜性 聯邦法官可能將會提出一堆問題 可能帶來的最大結果是 案件得到完全赦免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